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孔夫子是第一个开补习班的人 他当至圣先师 当然教学生 他开补习班也是对 他真的是开补习班 他有讲到三十而立 就是脚三十两的只能够站着听歌 四十而不破 脚四十两的可以发问 直到没有疑惑 他会回答你问题 邪问就是一个在写一个在问 邪问就是问 老师答你解决了 就是邪问 五十而知天命 脚五十两的 可以知道明天 考试的命题 六十而耳顺 脚六十两的 考试的时候 老师在耳边提醒你答案 直到顺手为止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脚七十两的 上课要躺 要坐 要来不来 就随便你 来不来 咱们 来不来 我这种